第961张疯狂月亮花 古舟与鬼母都是来自天外 这朵花 显然也是来自天外 白小纯一拍处雾带 手中出现了月亮花的种子 盯着这种子看了半晌 白小纯在脑海里将自己的计划重新思索了一遍 眼睛越来越亮 哈哈 天无绝人之路啊 白小纯振奋中有些激动 他尤其觉得得意的 是约法四张里 的确却没有要求他不能种花 讲到这里 白小纯立刻兴致勃勃地走出房间 四下打亮想要找个种花的地方 找了一圈后 他摸了摸下巴 种在外面太危险 这北脉的人都不讲道理 罢了罢了 我还是种在我的房间里好了 白小纯身以为然 转身回到房间后 开始盲目起来 云宗所在的大地 与真正的地面虽有区别 可却大同小异 在白小纯的努力下 他把所在雾设的地砖撬开后 挖出各一帐范围大小的窟窿 露出了那窟窿下 白花花的一片云雾土壤 一股寒气从这云雾内散出 感受着云雾内的寒冷 白小纯精神一阵 小心翼翼地将月亮花的种子 埋在了云雾土壤里 做完这些 他就带着浓浓的兴趣与期待 盘膝坐在一旁 随时不断地去观察月亮花的种子 可以看到 这种子在被埋下后 见如同活物一般 居然在颤抖 这颤抖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激动导致 这情绪很明显 白小纯感受到后 眼睛更亮 乖乖月亮花 快快生长 白小纯舔了舔嘴唇 观察了整整一夜 看到了随着种子的种下 有一丝丝寒气 被这种子从云雾内吸来 成为自身的养分 一夜之间 居然就在那种子上 开出了绿芽 看着绿芽 白小纯心情激昂 更是有了一种使命感 每天也不觉得无聊了 几乎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了照顾与观察 这月亮花上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半个月 白小纯在这段时间 都没有走出乌舍半步 虽如此 可云踪的那些修饰 对白小纯这里的谈论 依旧没有减少 不过白小纯也没心情 去偷听了 此刻她的全部心神 都放在了 这月亮花上 看着白云土壤内 此刻长出的一长多高的枝叶 白小纯心情很失愉悦 至于那片树叶 也被她在数日前 嫁接到了这月亮花上 如今随着月亮花的成长 这树叶也好似成为了 月亮花的一部分 吸收着花内的寒气 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白小纯好几次 都在观察中 笑出了声 哈哈 就没有我白小纯想不到的办法 白小纯得意无比 只是又过去了七八天后 白小纯有些不满足了 她看着那月亮花在嫁接后 生长的明显比之前缓慢了不少 心底有些焦急 这也太慢了 这么下去 什么时候能吸完寒气啊 白小纯挠了挠头 沉吟半晌后 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想个办法 来催化这朵花的生长 至于催化的方法 单倒一脉有太多选择 最常见的 就是用单药去催发 想到这里 白小纯偷偷地打量了一下四周 谁时也悄悄散出 观察了一下外界 约法四章里 只说不让我炼丹 卖丹 没说不让我给小花喂食丹药 白小纯低估了几句后 一拍储物袋 取出了不少丹药 选择了几种 将其捏碎后 洒在了月亮花上 这药粉刚一碰触月亮花 此花就猛的一阵 散出明亮之芒 似机可一般 刹那就将落在身上的药粉 全部吸收 随着吸收 月亮花明显的加快了生长 甚至就连其根须 也都延长了一些 在这屋射下方的云雾内 向着四周缓缓蔓延 在这蔓延中 更多的寒气被吸收过来 甚至白小纯所在的房间 此刻也都一下子寒冷了不少 白小纯眼睛更亮 这一幕让她有了信心 立刻就又取出不少丹药 开始的时候 她还是会选择一下去捏碎 可到了最后 眼看那月亮花好似一个无底洞般 不断地吸收后 越发地生长 其根须更是扩散方圆百丈 白小纯立刻信心百倍 捏碎的丹药也越来越多 种类同样如此 这时生昏不济啊 果然是个宝贝花 白小纯性质极高 短短的三天时间 她给这朵花喂食的丹药 足有上百枚 而这月亮花也不负所望 竟从之前的两长大小 成长到了足有小半丈高 手臂粗细的叶晶 以及巴掌大小的枝叶 还有手端一个垂下来的花 咕朵 都无不说明这朵花的成长 在白小纯的努力下 已经突飞猛进 而蜡片架接在其上的树叶 此刻也都出现了几条冰一般的细丝 这一幕 让白小纯越发振奋 尤其是她看到这月亮花的根须 如今已经蔓延了五百多丈后 她的笑容更加灿烂 从储物袋内拿出的丹药也越来越多 至于种花对北脉的影响 如果是在逆河宗或者星空到极宗 白小纯还会顾虑 可在这北脉 她没有任何压力 她只寄注意点 我们违反约法四章 白小纯理直气壮 不断地捏碎丹药 为时月亮花 专注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过去了半个月 这月亮花的成长 已经到了一种让白小纯也都会心惊肉跳的程度 她的屋舍已经彻底地被这月亮花占据了 看着眼前这粗壮无比的月亮花 白小纯也都吸了口气 她隐隐觉得 这朵花 似乎在自己的照顾之下 有些不一样了 更让白小纯惊奇的 是她在这朵花上 居然感受到了一丝一丝的存在 对自己很亲切的感觉 尤其是白小纯抬手触摸时 这朵花会微微震动 似很舒服的样子 这就让白小纯眼睛一亮 有意识 听话啊 不能再生长了 不然这房子就装不下你了 我在这北脉不容易啊 只能限制你生长 一旦你撑破了这房子 咱俩都要倒霉 白小纯向着月亮花严肃的说了几句 又取出不少丹药 扔了过去 现在她已经不需要捏碎丹药了 完整的丹药一扔出 立刻就被月亮花的叶片直接卷住 瞬间吸收 此听懂了白小纯的话语 在之后的日子里 这月亮花于房间内 唯有继续生长 可其根须 却是在这短时间里 疯狂的蔓延 如今已扩散云踪大地 且这月亮花不是通天世界之物 有其特殊之处 如此生长 竟没有被人提前察觉 似其自身有一定的隐秘方法 只是在她生长时需要大量的寒气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 云踪的修饰渐渐也有人察觉到了不对劲 首先是常年弥漫在云踪的寒气 在这半个月里 居然少了很多 甚至有些地方 因寒气的减少 一些冰雪都开始了融化 这奇异的一幕 随着出现 立刻就引起了北脉天人的关注 白小纯时刻观察外界 眼看如此 也暗道不妙 立刻摸着月亮花 急速开口 哗哗 咱们时间不多了 这么下去早晚要出事 出事也就罢了 可不能耽误咱们的大忌啊 你能不能快点生长一下 把寒气都送到那片树叶里去 白小纯话语溢出 这月亮花猛的一阵 传出微弱的意识后 白小纯立刻明悟 目中露出果断 直接从储物袋内取出大量丹药 同时扔出 月亮花所有叶子 全部舒展 将这些丹药都卷住后 猛的一吸 顿时整个云踪大地 直接就传出一声惊天的轰鸣 在这轰鸣下 云踪大地上 居然生长出了无数绿芽 这些绿芽刚一出现 立刻就疯狂的吸收四周的寒气 开出了一片片如月亮般的小花 与此同时 云踪的寒气 也在这一刹那 骤然锐减 而云踪的修饰 也都陆续的看到了 开满大地的月亮花 一个个都呆了 不少人直接失声惊呼 云踪居然有植被 这 这是什么花 天啊 我从来没听说 我北脉云踪上 居然能有植被生长 北脉的草木 不都是在特定区域存在吗 短暂的惊呼之后 则是更为惊人的哗然声 在这云踪大地 默然回荡 好热 我 我居然出汗了 不对 我们云踪的寒气 怎么少了这么多 天啊 你们看那个冰屋 它 它居然融化了 随着寒气的大幅锐减 整个云踪立刻冰雪融化 甚至就连拖着白云的 那北脉招牌般的巨大冰雕 此刻也都好似出汗一般 有冰水滴落 这一幕 立刻就轰动了整个北脉 云雷子等人 也都急速飞出 一个个神色内带着 无法置信 更觉得不可思议 直奔云踪大地 可就在他们降临而来的刹那 因寒气的大范围减少 一座座云踪的冰阁 轰然坍塌 这还不算什么 让所有人都傻眼的 是那拖着白云大地的冰雕 其手掌中的大拇指 可以看到里面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有根须钻入 随着吸收 这庞大无比的大拇指 居然 彻底融化 成为了冰水 漫天洒落 空明中 白云大地倾斜了一些 上面的所有修士 纷纷傻眼 来临的北脉天人 也都看着那大拇指 融化后洒落的冰水 目瞪口呆 我 我没看错吧 我北脉的门面 我北脉的战神冰雕 他的大拇指 没了 云雷子南南低语 不确定的对身边的冯尘 傻傻的开口 第962章 压起来 云宗大地轰鸣 一处处冰屋坍塌 更有大量的冰水 从这云层内洒落大地 上面所有的北脉地子 一个个都呼吸急促 更有不少飞出后 看着那失去了大拇指的战神冰雕 全部傻眼 短暂的寂静之后 比之前还要强烈的喧嚷声 漠然爆发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植物 天啊 我北脉到底怎么了 这段时间怎么连续出现如此事情 监视之换单 然后是战神都掉了手指 就在这哗然不断传出时 云雷子与冯尘等人 此刻已经身体颤抖 神色变化 一个个目中目出疯狂 更有无法压制的愤怒 滔天爆发 白小纯 一定是你 白小纯 幕后惊天动地 云雷子与身边的天人 此刻彻底暴怒 在这咆哮中 直奔白小纯的乌射 急速冲杀过去 不但是他们如此 四周那些云宗修士 在听到了天人的怒吼后 也都一个个目中露出争鸣 齐齐看向白小纯所在的区域 该死的 一定是白小纯干的 这就是个祸害啊 祸害了我们云宗弟子也就罢了 他居然还祸害了我们云宗的战神雕像 杀了白小纯 在这众人咆哮 天人杀来的同时 白小纯在其屋舍内 此刻呼吸透着紧张交集 看着眼前的月亮花 在吸收了外界惊人的寒气后 那些寒气随即涌入 他嫁接上去的树叶内 使得这片树叶 瞬间就有近乎七成区域 直接成为了寒冰 可以想象 若给白小纯足够的时间 他可以很快做到女婴的要求 让这片树叶彻底成为冰叶 可现在却来不及了 外界的咆哮与呼啸声 让白小纯心头狂颤 他一把将那树叶取下收好 同时立刻向着月亮花传出意识 快变回种子 这月亮花不用白小纯开口 也已察觉到了生死危机 瞬间所有根须枯萎 花朵枯萎 枝干枯萎 似将一切生机都凝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枚与之前有很大程度不同的种子 白小纯来不及查看 立刻就将这种子收入储物袋内 就在他做完这一切的瞬间 一声惊天轰鸣 直接就在他屋舍外 漠然炸开 碰了一声 白小纯的屋舍直接就被一股大力 悍然轰开 此分五列中 白小纯有些狼狈的倒退 急速躲避后 他看到的是这四周 无数杀气腾腾的云踪弟子 还有就是云雷子与冯尘等人 那好似要生吞了自己的失血疯狂的目光 白小纯 你找死 云雷子狂吼 随着白小纯屋舍的崩溃 他也看到了地面上那巨大的窟窿 以及四周枯萎的月亮花 卖之换单之事 没杀你 你居然还敢动我被卖根基 白小纯 今天你一定要死 冯尘也都气得目中杀一惊天 直接就一晃直奔白小纯 出手就是其杀手锏般的神通 空明间 白小纯气息急促 快速避开后 他也憋屈愤怒 大吼一声 北迈 你们莫非要判出通天大陆 从我来了这里后 你们就针对我 原本只是约法三章 我忍了 可我卖丹药后 你们又约法四章 如今我种了花草而已 我触犯了哪一条约定 白小纯理直气壮 狂吼起来 他此刻也呼出去了 实在是在这北迈 他也难受得很 想要对我出手 不必去找一些借口 白小纯胸围轰然散开 苍穹浮现他的巨大面孔 气势全面爆发 云雷子与冯尘也是头痛 他们二人有苦说不出 只觉得这白小纯难缠到了极致 尤其是冯尘 更是觉得当初自己的约法三章 完全就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实在是他当初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白小纯的祸害能力 绝非一个约法三章可以阻止的 甚至在那约法三章的压力下 却有更惊人的爆发 而最让他们觉得纠结的 是这白小纯言辞犀利 身份又特殊 他们是杀也不是 不杀又难解心头之恨 这就让北脉这几个天人 心头的憋屈 不比白小纯少 甚至心底都后悔了 早知这样 就不陷阻白小纯 而是让他赶紧离去才对 不但是这几个天人心底纠结 四周的云宗弟子 一个各怒是白小纯 可心中也都在哀叹 对于白小纯这里的难产与祸害 他们算是清晰的感受到了 都是冯尘老祖的错 他是雷宗出身 所以把这白小纯 陷阻在了云宗 这是不怀好意啊 没错 这白小纯让他去雷宗吧 放过我们云宗吧 我们的战神 度少了一个大拇指 云宗修士一个个悲愤 法不择重 此刻此类声音 也都没有了忌惮传了出来 冯尘听到后 面色顿时难看 无比 对白小纯的恨 也越来越多 眼看僵持 就连北脉的半神 也都在那水晶棺果内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后 常看一生 柔了柔眉心 对于这白小纯 他也都觉得头痛不已 偏偏这白小纯所说的 都占据道理 他的的确却没有触犯约定 就不该给他什么约定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这白小纯说不准 还会弄出更大的风波 北脉半神皱起眉头 有心让白小纯滚出云宗 可这句话却说不出口 毕竟之前北脉强行限制 如今又让其离开的话 此事传出去 北脉就丢人了 想到这里 北脉半神目中寒芒一闪 这一次他没有降临云宗 而是传出了他的法旨 从此之后 约法五章 不允许在我九天云雷宗种花 种草 养兽 养鬼 练气 练丹 种一切 养一切 练一切 这声音如天雷回荡 轰鸣整个宗门时 云宗修士以及北脉天人 却没有了之前第一次时的感觉 此刻一个各都心头发愁 他们可以想象 怕是用不了多久 还会有约法六章七章 而每一次都是在白小纯找到了突破口后 他们再来封死 这么下去 在所有人的预感中 怕是用不了多久 不是白小纯自己把自己给弄死了 就是北脉彻底被他给完坏了 北脉众人对半神这个法旨心有不满 白小纯一样不满 他觉得这北脉太过分了 这一次又给自己约定多了一张 白小纯神情变换 狠狠一咬牙 他这一次算是真的呼出去了 抬起头正要开口 争取让那半神心烦之下 让自己离开北脉 可就在这时 半神的第二道法旨 也如天威般轰然降临 通天侍卫白小纯 虽没有触犯约定 可却毁云宗根基 此事死罪可免 但活最难逃 将其关押雷宗雷狱 限制全部自由 去限制通天使者离开之时 如有反抗 格杀勿论 法旨浩浩荡荡 传遍宗门 白小纯着急了 连忙开口高呼 可他呼声才传出 一股大力直接从水晶棺果内爆发出来 化作一只巨大的闪电手掌 不管白小纯愿意不愿意 一把将其抓住后 直接就送入到了 被另一个雕像拖起的 无尽闪电黑云中 当大手消失时 白小纯的身影也消失不见 云雷子等人眼看这一幕 顿时神情振奋 冯尘也是眼睛猛的一亮 更不用说那些云宗弟子了 在听到半神这个决定 以及看到了白小纯的下场后 脸上露出狂喜 终于走了 雷宗雷遇 就算是半神修为 在内也都要承受天雷时刻轰击酷刑 这白小纯自找的 早就该如此 云宗欢呼 云雷子与冯尘等人 也都松了口气 看向黑色雷云时 嘴角都露出冷笑 你就算是有翻天之能 在我北脉 也要低头做人 云雷子目中讥讽 更有快慰 与此同时 水晶棺果内的北脉半神 雷头也松缓下来 看了眼雷踪黑云 按道这样去处理 一方面不坠了北脉的威名 另一方面 他不信那白小纯在雷牢内 还能干出什么大事出来 毕竟那北脉雷狱 当年可是关押过太多重犯 如今虽大都空旷 可就算是半神在里面 也都要饱受折磨 更不用说天人了 这样就能消停了 半神老祖闭上了眼 第963章 啊 九天云雷踪 两座巨大的雕像托起的 一个是白色的云踪 一个是黑色的雷踪 此刻 在这不时有闪电穿梭而过的雷踪黑云内 在那云雾的深处 传来白小纯的惨叫声 我恨北脉 这惨叫带着悲苦 更有强烈的不甘心 可无论白小纯怎么叫喊 也都传不出去 他在这雷狱内 已经被关押了三天 三天里 白小纯也都绝望了 他所在的黑云深处 四周有无数静置 这静置封印了八方 使得他能活动的范围 不到十丈大小 只要他一离开这十丈范围 顿时就从四周降临无数闪电 那闪电看起来就惊人 一道道足有手臂粗细 蕴含着灭绝之意 吓得白小纯面色都发白了 欺人太甚啊 白小纯此刻哆嗦地坐在雷域内 看着四周的黑云中 时而有一道道闪电呼啸而过 在这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困境里 白小纯只觉得自己 这一辈子最倒霉的时候 就是现在了 太过分了 约法三张 约法四张 约法五张 这也就罢了 居然还把我关起来了 白小纯有种要抓狂的感觉 他尝试了很多办法 也都于事无补 根本就无法离开这里 最让他觉得无奈的 是每隔几个时辰 都会有大量的闪电 从四周呼啸而来 直接穿梭这时杖进制 向着他不断轰击 那闪电之多 看起来就惊天动地 吓得白小纯只能修为扩散去抵抗 可在这里雷雨内 天地灵力被隔绝 白小纯已经看出来了 怕是用不了多久 当自己灵力枯竭时 就再也无法阻挡闪电的到来 这可怎么办 白小纯愁眉苦脸 越想越是憋屈 最终常看一生 只能希望不灵飞尽快完成任务 自己也能早点离开 北脉 我记住你们了 给我等着 等我成为半神 我一定要报仇 白小纯咬牙 向着四周大吼一声 可他这吼声刚发出 一声痴笑 从一旁的黑云内转了出来 成为半神 你就算成为了半神 也报不了仇 谁 白小纯一愣 猛地看去 他在这里三天了 谁时虽被限制 可他的敏锐依旧在 从来没发现 自己身边居然还有其他人 此刻警惕中 随着看去 白小纯目光所在之处 那片云雾镜自行地翻滚 慢慢稀薄后 露出了在距离白小纯这里 约莫一百多帐外的一处区域 那片区域也是十丈大小 四周有静止波动 阻挡一切进出的同时 有大量的闪电 在那十丈内游走 不时地穿梭在这区域内 一个盘膝坐在那里的枯萎身影 这身影能看出是个老者 一招蓝驴 瘦得皮包骨一般 就连气息也都微弱 而每一次闪电 从其身体内穿梭时 他的身躯都会颤抖几下 可神色却一点都不变 显然长久的折磨 虽无法免除他身体的痛苦 但他的意识 早就已经习惯了 那种闪电尸体的痛苦 此刻他右手抬起 四彩波动 似乎这十丈尽致 也无法阻止他的意志 能去简单的操控四周的雾气翻滚 而随着白小纯目光所看清晰 那老者也缓缓抬起头 其目光竟也如闪电一般 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 就立刻双目刺痛 吸了口气 小家伙 老夫就是半神 不也一样被镇压在这里吗 所以你要发誓的话 我劝你还是给自己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为好 比如成为天尊 老者咧嘴一笑 在那闪电的映照下 露出了一口枯黄的牙齿 配合其深深目光 让白小纯心头一颤 老夫在这里被镇压了太多岁月了 从此地都是被镇压者 一直到如今所剩无几 说起来 已经好久没看到新人了 来来来 小家伙 你会跳舞吗 给老夫扭一个妖劳的舞姿来解解问 若是老夫看得高兴了 说不定传你一些秘法 可以让你在这里少承受一些雷霆尸体的痛苦 老者目中露出协议之忙 上下打亮了一下白小纯 笑声带着森然与诡异 白小纯刚开始吓了一跳 此刻恢复过来 意识到此人与自己一样 都是被关押在这里后 胆子也大了起来 眼睛一瞪 闭嘴 老家伙 你白爷当年可是干过狱卒的人 你这样的老犯 不知道被我收拾了多少个 白小纯冷哼一声 抬起下巴 我就喜欢你这样倔强的小马了 哈哈 记得你所在的牢狱 在三千年前也关押过一匹小马 可惜啊 只是一个月 就哭着喊着在我面前各种扭动 只为了让老夫传授他一些秘法 我等你哦 老者哈哈一笑 显然是白小纯的到来 让他觉得生活一下子有了色彩 白小纯心中正烦 这老者的目光与笑声 又让他厌恶 瞪了几眼后 就没再去理会 而是坐在那里 琢磨着或许不用等杜林飞完成任务 只要杜林飞回来 自己说不定也有办法离开这里 时间流逝 一个时辰后 忽然的 这四周云雾内的闪电 一下子多了起来 从四周呼啸临近 如同一片闪电风暴 白小纯面色一变 这样的闪电风暴 他每天都要经历好几次 此刻修为顿时运转 形成防护的刹那 四周无数闪电就穿梭尽致 轰鸣而来 白小纯修为扩散 权力阻挡中 看着四周那无数的闪电 心惊肉跳 这些闪电内蕴含的毁灭之力 一道不算什么 可白小纯粗略一算 这四周至少数十万道 这就让他头皮发麻 不但是他这里承受闪电之力 一旁的老者 也是这般 在那闪电中 他全身颤抖 可神色却丝毫不动 反倒不怀好意的看向白小纯 你现在还有灵力 能去抵抗 不过在过去十天 你的灵力就没了 到时候 你就知道滋味了 这闪电之力刚开始还不算什么 可累积之后 形成个折磨 堪称天地酷刑 老者全身哆嗦 声音却没有丝毫颤抖 悠悠回荡 知道我最喜欢听什么 我最喜欢听的 就是其他人在这闪电下发出了各种惨叫 闭上眼睛后 那声音美妙无比 老者舔着嘴唇 看向白小纯时 目中邪芒更浓 白小纯没心情去理会老者 心惊肉跳地看着四周的闪电在持续了半个时辰后慢慢消失 而他的灵力也耗费了不少 如今剩下的 已不足七成 这就让白小纯面色有些难看了 这么下去不行啊 白小纯满面愁容 看着四周云雾内游走的闪电 冥思苦想 琢磨办法 实在是按照他的计算 最多再过十天 自己的的确却灵力就枯竭了 他虽自信肉身之力 可一旁的半神都这么凄惨 白小纯实在没有信心与把握 能比对方过得好 眨眼之间 很快过去了五天 这五天里 闪电风暴每一次到来 白小纯的灵力都在消耗 而那老者的声音 也都蓄刀不断 这就让白小纯心烦无比 直至这第六天到来时 白小纯猛地抬头 双眼出现雪丝 死死地盯着外面游走的闪电 呼吸也急促了 他想了很多办法 都被自己否定了 此刻在他脑海里 只剩下一条路 我记得当初在通天海上 大师兄渡劫时 我曾吞下劫云 那里面都是雷霆闪电 在这闪电内 除了蕴含毁灭之力外 更有生机 之所以如此 估计是我那图二在帮我 就是不知道在这里 他能否继续帮我 白小纯犹豫良久 终于在又一次的闪电风暴 从四周来临时 狠狠一咬牙 尝试一下 白小纯猛地站起身 看着四周呼啸而来的闪电风暴 胸围虽散开 可却没有如之前那样全力防护 空明间 四周数十万道闪电形成的风暴 就直接穿梭尽致 出现在了白小纯的四周 眼看就要将其淹没 白小纯大吼一声 猛地张开口 向着面前的闪电 猛地一吸 这一幕 被那老者看到 他让了一下 随后大声地耻笑起来 又来了一个想要去吞闪电的 这不是找死吗 老夫当年自称雷祖 身为北脉散修半身 也都不敢去吞着毁灭雷霆 被关在这里的岁月里 看到过 嗯啊 老者笑声刚出 下一瞬 他就猛地身体狂颤 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 你老老的 你你你你 你是什么玩意变的 第九百六十四张老弟 我有一套神功 雷祖哪怕是在这闪电风暴下 也都差点跳了起来 一脸无法置信的骇然 指着白小纯惊呼 此刻的白小纯 随着他那一吸 顿时就僵尸多道闪电 刹那间吸入口中 这还是他小心翼翼之下 才勉强做到 吸完之后 他立刻胸围散开 全力阻挡其他闪电的轰击 而随着闪电被白小纯吞入口中 在白小纯的激动中 他立刻发现这些闪电 居然在体内自行的消散 化作了惊人的天地之力 直接就在经脉内游走 十多道闪电 竟堪比他十多天的修炼 白小纯眼睛顿时就亮了 呼吸也都充满强烈的激动 看向四周闪电时 在没有之前的畏惧 而是露出火热 真的可以 白小纯振奋中 再次散开了四周的修为 又吸了一口 这一次他一口气 直接吸了上百道闪电 轰鸣而来 远远一看 这些闪电好似一条条光龙 此刻咆哮中 直接就被白小纯吞了下去 他的面色顿时潮红 身体内竟传来卡卡之声 堪比修炼一百多天的灵力 瞬间就在他体内直接爆开 空明间 如此多的灵力 让白小纯心脏跳动加速的同时 他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就修炼日月长空觉 在他的体内 一轮心悦 正飞速地凝聚出来 而他的修为气息 也都在这一瞬 明显的比之前强悍了一些 这一切 被那老者亲眼目睹后 他整个人都完全傻了 这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是北脉土生土长的半神 最强悍的时候 自称雷祖 对于闪电雷霆的造诣极深 可就算是这样 他也不敢吞噬雷霆 因为他知道 这九天云雷宗的闪电 绝非寻常 那是天地意志的投影 蕴含的毁灭之力 足以惊天动地 可如今 活生生的栗子摆在他的面前 这就让老者呼吸都乱了 脑海嗡鸣不断 难道是我想错了 这闪电 可以吞噬 老者被关押的时间太久了 又被颠覆了思绪 以至于此刻脑子有些混乱 居然也张开口 向着四周的闪电吸了一下 顿时就有数十道闪电轰蒙而来 被他直接吸入后 这老者眼珠子差点要爆开 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身体剧烈的哆嗦 更是喷出一大口鲜血 好伴上才勉强地恢复过来 看向白小淳时 他目光永远无比 看到的是白小淳此刻 正第三次吞噬闪电 这第三次 白小淳一口气吞下了数百道 在那里一脸陶醉的吸收 这明显的反差 让老者只觉得心神中掀起滔天大浪 更是有种强烈的不公平 此刻更要抓狂 怎么会这样 这不可能啊 我是半神 我当年可是雷祖 老者这里抓狂时 这一次的闪电风暴 慢慢消散 白小淳吸收完了那数百道闪电 感受着自己体内的日月长空绝第一层 如今已完成了大半 他振奋中舔了甜嘴唇 对于下一次的闪电风暴 充满了期待 这九天云雷宗对我还不错啊 把我关在这么一个地方 此地对其他人而言是折磨 对我来说 这就是我的福地啊 白小淳越想越是激动 此刻站起身 忍不住大笑起来 眼看白小淳这里的的确却没事 且修为都增加了一些 老者心神剧烈动荡 此时眼睛冒光 赶紧高呼 小兄弟 白小淳眼睛一瞪眉毛一挑 侧头看向老者 老猴啊 你有什么事 听到自己被称呼为老猴 雷祖面皮冲动了几下 知道这是对方报复自己之前称呼其为小马 小兄弟 你 你方才是怎么做到的 雷祖深吸口气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爱一些 丝毫不去再意被称为老猴 目中带着期待 眼巴巴的看着白小淳 实在是他被关押在这里的悠久岁月中 他看到了太多被闪电劈死的 也看到了不少吞闪电死亡的 还有很多承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 可如今还是第一次 看到有人在这里不但没事 反倒修为精进的 老猴你会跳舞吗 给大爷有一个妖劳的舞姿姐姐们 若是大爷看得高兴了 说不定传你一些秘法 可以让你在这里少承受一些雷霆尸体的痛苦 白小淳袖子一甩 傲然开口 你 雷祖听闻此话 猛的瞪眼 怒意生起 他是半神 哪怕被关押在这里 失去了自由 但尊严依旧在 哪怕九天云雷宗的半神到来 看到他 也不能去这么羞辱 眼看这老者瞪眼 白小淳也瞪了过去 雷祖面色难看 额头慢慢鼓起青筋 目光也变得阴沉下来 在与白小淳目光对望半晌之后 他猛的起身 虽灵力枯竭 可半神的威压依旧强烈 空梦龙间 在这四周爆发开来 影响了八方的云雾 使得那些雾气向着四周不断的翻滚 白小淳也吓了一跳 退后几步时 那老者竟深吸口气 身体居然慢慢的扭动起来 虽他身体枯瘦 可却有些韵律在内 倒也有几分恶挪之意 这一幕 让白小淳顿时目瞪口呆 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 你 你还真扭啊 白小淳只看了一眼 就觉得受不了 赶紧退后 苦笑开口 雷祖没理会白小淳 自顾自的又扭了一会才恢复正常 斜眼看着白小淳 一脸孤傲 淡淡的说出话语 这算什么 老夫在这里被关押了太久 总要找个姐们的办法 没事跳跳舞 左三圈 右三圈 脖子扭扭 屁股扭扭 不行吗 听着对方这阵阵有词般的话语 白小淳目中慢慢露出敬佩 他觉得这老家伙是个天才 若是坏了其他人 被关押这么多年 估计早就疯了 可他不但没疯 甚至还找出如此姐们之法 前辈 就冲着你这舞蹈 等我脱困后 我一定送你几枚丹药 白小淳深吸一口气 认真的说道 行了 屁话就别说了 老猴你也叫了 你让牛我也扭了 现在该说你是怎么吞的闪电了吧 雷祖目中在此冒光 期待的看去 眼看这老家伙为了知道这件事 都做出了如此努力 白小淳在这佩服下 也就说了部分实话 不过没说他对于白浩的猜测 只是说 自己当年吞过天节 感受过天节雷霆内蕴寒的生机 所以之前才尝试了一下 这番话 老者是不信的 可怎么问也问不出其他 老者有些生气 蹲在那里想了半天 眼看又一次闪电风暴到来 白小淳一脸兴奋的继续吞噬修炼 他心底的羡慕越发强烈 就这样 过去了十天后 白小淳吸收的闪电越来越多 他的日月长空觉 居然都到了第一层的大圆满 眼看就要突破 踏入第二层 雷祖实在是忍不住了 再次看向白小淳 心底纠结一番后 忽然开口 小兄弟啊 你看我们能在这里相遇 也是有缘 你被关在这里 我也感受到了你对北脉的恨 我也恨啊 我们是盟友 你告诉我吸收的办法 我脱困后帮你对付北脉怎么样 白小淳扫了老者一眼 没去理会 继续吞噬闪电吸收 感受着体内的修为增长的同时 也在全力冲击这日月长空觉的第一层 按照他的计算 再有几次闪电风暴 他就可以将日月长空觉的第一层突破 踏入第二层境界 眼看白小淳不理自己 雷祖纠结起来 爱上之后狠狠一咬牙 刺下了某种决心 大声说道 老弟 我有一套惊天动地的神通之法 我们交换怎么样 说完 见白小淳这一次连看都不看自己 雷祖着急了 我这神通很厉害 叫做云雷人祖一百遍 九天云雷宗也有此秘法 不过是残缺的 修炼会导致神魂分裂 而我有完整的 威力浩瀚 在他声音传出的刹那 白小淳哪怕在吸收闪电 也都愣了一下 看向老者 你方才说什么神通 云雷人祖一百遍 第九百六十五章别反我 白小淳有些傻眼 这神通他知道 甚至还亲自对抗过 正是云雷子的杀手锏 尤其是云雷子在双子融合后 展现出的云雷人祖第八遍 跨山人祖 使得白小淳不灭地权 首次被正面直接崩溃 当时的一幕 白小淳至今都记忆犹新 甚至这功法他也惦记在心 可惜这是北迈的不传秘法 就算是北迈之修 能有资格接触的 也都一知受可数 而眼下 这被关押在此地的老头子 居然说出了这个功法 尤其是那一百遍三个字 让白小淳也都吸了口气 眼睛不由得瞪了起来 老猴 你骗谁呢 真以为小爷我没接触过 这什么云雷人祖神通啊 雷祖眨了眨眼 丝毫没有被揭穿后的尴尬 他也是打算把名字说得响亮一点 好吸引白小淳的注意 此刻一拍脑袋 单笑一声 我这把年纪了 记忆不大好 我想起来了 是云雷人祖十一遍 这一次不会错 就是十一遍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千真万确 雷祖又补充了几句 其中一到九遍 是修饰凝聚人祖法相 直至与法相融合后 成为人祖 而第十遍了不得 那是将自身左眼 变化成浩月 至于最终的十一遍 更是惊天动地 那是把右眼化成骄阳 说是十一遍 可最后的两遍威力太大 一旦修成任何一遍 都可凭空暴增至少三遍之力啊 若能全部修成 既是十一遍 也是十七遍 听到这里 白小淳恍惚了一下 心跳忍不住加速 九天云雷宗当年对老夫这功法演热 用了卑鄙手段窃取了前九遍 可那最后两遍始终没有得到 这才将老夫关押在这里 为的不就是最后两遍吗 雷祖眼看白小淳四动心 赶紧又吹嘘了几句 至于他说的是真是假 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白小淳是不幸九天云雷宗将此人关押 是为了那最后两遍 实在是有太多的办法可以获取 比如弄出了一个类似现在白小淳这个状态的修饰 就能将那最后两遍骗来了 可他还是心动了 让他心跳加速的 是雷祖所说的第十遍 将左眼幻化成浩月 我修炼的日月长空诀 是残天 只有月诀 三层之后大圆满突破后 可让我的修为从天人初期踏入天人中期 只是这功法没有后续 而这人组第十遍 与月有关或许能彼此融合一番 白小淳想到这里 越发动心 不管最后能不能成功 他觉得至少也应该尝试一下看看 不过白小淳琢磨着自己的心思不能露出 最重要的 在白小淳感觉中 旁边的那个老猴 虽被关押在这里很久 脑袋有些不大好 可毕竟是半神强者 想要从他手中得到功法 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且稍微一个不谨慎 功法存在问题 以自己的修为 怕是也看不出端倪来 且那吞雷之法 白小淳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功法 又怎么去给对方 要引导这老猴不要功法 只要天地之力才可 白小淳若有所思 吞雷之法他给不了 可如果这闪电在他体内游走一圈后 变成可以被老猴吸收的天地之力 那么白小淳就有很大的把握 换来功法 不过前提是他能改变闪电的构成的 于是板着脸 还是没理会雷祖 闭幕继续吞噬四周的闪电 同时暗中也在尝试 雷祖等了半天 眼看白小淳这里那一脸不感兴趣的样子 心底也纠结起来 就这样 又过去了七八天 白小淳的修炼始终在进行 他的气息更是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攀升 这雷玉的无穷闪电 就是他修炼所需最好的养分 短短的七八天里 他吞下的闪电足有上万道之多 攥起来 看比他必观伴甲子岁月一样 这种修炼的速度 哪怕是白小淳自己 也都觉得惊心动魄 甚至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莫非这九天云雷踪 真的是我的造化之地 白小淳心神摇荡 感受着自己体内的修为 在经历了这些闪电的吸收后 此刻早已突破了日月长空第一层 甚至就连这第二层 也都无限接近大圆满 这么去算 再有半个月 我就可以突破第二层 踏入天人初期的巅峰 日月长空绝的第三层 白小淳激动了 此刻就算是北脉半神要把他放出去 他都会想个办法 把自己重新关押在这里 甚至我可以在这里突破日月长空第三层 使得自身修为从天人初期 寄生到天人中期 一想到这里 白小淳只觉得全身血液流转的速度都快了不少 呼吸激动无比 我若到了天人中期 云雷子算个屁啊 逢尘算个鸟啊 北脉五大天人一起上 我白小淳都不怕 白小淳眼睛亮晶晶的 脑海浮现这美妙的幻想后 他看向四周闪电的目光 已经带着疯狂的痴迷了 同时 这七八天里 白小淳也多次尝试把吸来的闪电 消散其毁灭气息 只留下天地之力 虽是道理只能成功一次 解蕴含的天地之力不多 可总算是能勉强做到 小兄弟 在白小淳这里激动时 雷祖在不远处的牢狱里 纠结了七八天 还是忍不住开口 实在是他这些天亲眼看着白小淳 吞下了一道道闪电 看着他的气息越来越强 他羡慕到了极致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心在痒痒一样 让他有些抓狂 小兄弟你听我说 我们交换功法怎么样 你教我吞闪电之法 我教你这云雷人组十一遍 没兴趣 白小淳头也不抬眼皮都不跳 继续吞闪电 你我这可是不传秘法啊 整个通天大陆也都没几个能与他比较的 雷祖更急了 赶紧说道 说了没兴趣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 吞雷之法你别想了 不可能 白小淳皱起眉头 不耐地开口后 又继续吞噬闪电 雷祖心中已经开始骂娘了 打定主意 功法上自己要做歇手脚 定要让此人看不出来的情况下 修炼到了一定程度 出现身体分裂的不可逆的情况 可表面上却只能抢几出笑容 面头急速转动 他算是看出来了 不是对方对自己这功法没兴趣 而是对于那吞闪电之法很看重 不可能与自己交换 而他也着实没什么能交换之物了 此刻狠狠一咬牙 雷祖再次开口 我不要吞雷之法 你 你能不能把这闪电内蕴含的天地之力 给我一些 我用功法交换 白小纯顿时心动 可表面上还是装出默兴趣的样子 毫不理会 直至雷祖那里又默迹了几句后 白小纯这才抬头 右手很随意的一挥 顿时一道被他吸入口中的闪电 在其体内游走一圈后 消散了毁灭之意 顺着其右手 直接就飞腾而出 你那神通我虽有点兴趣 可却没时间修炼 你要的不就是可被吸收的雷霆吗 给你一道 给我闭嘴 安静点 别来打扰我 白小纯傲逆尖如是舍般 不耐烦的说道 空的一声 这闪电就穿梭尽致 出现时 赫然在了雷祖的面前 雷祖一愣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费尽办法要去交换的天地之力 对方居然这么随意的就扔给自己一道 甚至都不要自己的神通 只是让自己别去打扰 来不及多想 雷祖的眼力 立刻就看出了这闪电的不同 他猛的一吸 顿时这闪电就被他吸入体内 瞬间雷祖身躯传来卡卡之声 他那单枯的身体 竟出现了一些光泽 虽这闪电内蕴含的天地之力很少 可对于已经万年没有体验过 有天地之力在体内流转感觉的雷祖而言 这灵力的美妙 让他不由得激动的颤抖了 小兄弟 你能不能别打扰我 啊 白小纯羊怒 抬头后又扔出一道可被吸收的闪电 雷祖立刻闭嘴 生怕惹怒了白小纯 赶紧吸收 这一次他更激动了 眼巴巴的看着白小纯 默默等待 可直至又等了三五天 白小纯那里对自己毫不理会后 雷祖着急了 若是没有被给予天地之力时 他虽羡慕 可也能控制一下 但现在 尝过了甜头后 体内灵气游走的感觉 让他想要获得天地之力的渴望 比之前强烈了太多太多 那个 雷祖小心翼翼的开口 话语一出 白小纯无奈的睁开眼 又扔了一道闪电过去 就这样 时光飞逝 很快过去了半个月 接二连三的 白小纯已经给了雷祖八道闪电 雷祖的渴望也在这一次次中 攀升到了极致 心底也在感慨 自己是若珍宝的神通 在对方眼里 怕时针的兴趣不大 否则的话 对方怎么不问一句 只为了让自己闭嘴 就给了八道闪电 那种财大气粗的感觉 让雷祖觉得自己与其比较 实在是如乞丐一样 白小纯这里 也在这半个月中突破了日月长空爵第二层 踏入到了第三层的境界 气息更强的同时 他也开始琢磨雷祖的云雷人祖十一遍了 于是 这一天 再又给了雷祖一道闪电后 白小纯四岁一般的开口 问了一句 老猴 你总吹嘘你那什么云雷人祖一百遍多么多么厉害 把功法说来听听 第九百六十六章 现在的年轻人这么不要命啊 雷祖迟疑了一下 白小纯眼看如此 神色立刻不满 充满嫌弃 老猴 时代不同了 你那功法我真没太大兴趣 就如同你眼中珍贵无比的天地之力 对我来说就是九牛一毛 都这样了你还吝啬的话 天地之力我虽然多 可看来也要珍惜一下了 雷祖一听 顿时急了 苦笑中叹了口气 你这小家伙 不管你是不是刻意制造出这种感觉 总之 你赢了 雷祖常叹一声 他虽被关在这里太久太久 导致脑袋有些不灵光 可如今若还看不出白小纯的手段 怕是也活不到如今了 不过看出归看出 他也无可奈何 自己渴望的天地灵气把持在对方手中 且这个方法在他看来 也绝非九天云雷宗能做到的 最重要的 云雷人组十一便虽厉害 可他知道 九天云雷宗的半神 绝不会为了一个功法 设下如此陷阱 引自己踏入进去 这么一思索后 他对于白小纯这里 也都生起了一些感慨 毕竟这种手段 他如今看透后 也觉得很是赞叹 那不仅仅是握住了自己命门那么简单 而是连自己的心态也都算了进去 尤其是先鱼闪电的做法 如同钓鱼一般让自己彻底上钩 可以说从头到尾 都在对方的掌控之内 这一切都让雷祖在明雾后 心底嘀咕的同时 看向白小纯的目光里 也忍不住欣赏起来 怕了 小家伙 我也不多要你的闪电之力 给我一百道化作我体内灵种 就足以 至于神通 你且听好 雷祖声吸口气 目中目出精芒 双唇围动 居然主动的 就将云雷人祖十一遍的全部口诀 都传入了白小纯的脑海中 这一次 他没有隐藏半点 完全告知 半神风范在这一刻 从此事上显露无遗 四不担心白小纯会不给他一百道闪电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对于一个随意就可扔给自己八九道闪电的富翁而言 雷祖深知一点 那就是自己也要大方一些 白小纯有些尴尬 他觉得自己还是脸皮太薄了 此刻被揭穿后 忍不住干渴一声 快速地牢记脑海里回荡的云雷人祖十一遍的口诀 越听他越是振奋 直至完全记住后 白小纯闭上眼仔细的分析半上 睁开双目时 他眼睛里已有激动 初步去看 可以与日月长空爵衔接 白小纯有些振奋 立刻就直接给了雷祖数十道闪电 直至计算起来 差不多一共给了雷祖五十道后 白小纯这才停下 欢请前辈理解 晚辈行事谨慎 余下的 等我离开时 再给您好了 白小纯也没隐瞒自己的想法 看着雷祖 客气地说道 对于白小纯的做法 雷祖也能理解 哼了一声没说话 闭目将自己吸收的这些闪电化作的天地之力 在体内慢慢凝聚出一枚灵种 眼看雷祖默认此事 白小纯也松了口气 这段日子他一方面要修炼 一方面要留意雷祖的同时 琢磨获得神通的办法 很费精力 此刻终于大功告成 与雷祖达成约定 他的心也安稳下来 开始全力以赴的去吞噬闪电 加速修行 从被关在此地 直至现在 已快两个月的时间 日月长空诀接连突破 已从第一层攀升到了第三层 而他的修为 也与日俱增 此刻修为运转 气息之强 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天人中期 此事若是传出去 必定轰动外界 可惜外人就算是知道了 也只能羡慕 做不到如白小纯这样的修炼方式 现在目标有两个 一是突破日月长空第三层 修为真正踏入天人中期 然后 就是该修云雷人祖十一变 让其与日月长空完美融合 白小纯心头火热 感受着体内那随着日月长空诀修炼 凝聚出的弯月 他猛的抬头时 随时轰然散开 笼罩四周的瞬间 正是又一次闪电风暴到来之时 四周闪电呼啸临近 白小纯眼睛露出贪婪的光芒 漠然张开口 狠狠一息 这一息 是他用了全力 刹那间这四周来临的闪电 就有不少扭曲起来 如被改变了方向 直奔白小纯口中而来 轰轰轰 一口气 白小纯就吞了数百道闪电 这些闪电在真耳欲聋的声响下 全部融入白小纯体内 直接炸开 形成浓郁的天地之力 融入白小纯的弯月中 使得这弯月光芒闪耀 推动日月长空绝第三层 不断地精进中 再多来一些 白小纯双手掐绝 向着四周一挥 再次一息 顿时又有数百道闪电 轰鸣铭凝静 很快的半个时辰过去 这四周的闪电风暴 也慢慢出现了 要退去的迹象 从头到尾 白小纯虽吞噬了不少 可实际上对于 这无穷闪电而言 微不足道 眼看闪电要散 白小纯有些不甘心 他知道下一次需要两个时辰后 这两个月都是这样 在白小纯的分析中 如果能改变这一点 自己的修炼速度将更快 讲到这里 白小纯猛地站起身 双手掐绝 体内修为全面散开 在身体外不断地旋转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传出轰蒙龙的巨像 形成了巨大的引力 与此同时 白小纯的通天法眼也睁开 将他当年研究出的 斥力与引力之法 也有施展出来 渐渐地 这四周原本要散去的闪电 就好似被吸引了一般 消散的征兆也好似减缓 到了最后 竟有一半都被白小纯 生生地留在了四周 一时之间 雷霆之声滔天回荡 一旁的雷族也都睁开了眼 看到这一幕后 哪怕是他也都到吸口气 你要干什么 白小纯无法去理会雷族 此刻他呼吸急促 胸围在散开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吞噬四周的闪电 每一次开口 都是数百道雷霆轰鸣而来 在这强行的修炼与吞噬下 他的胸围不断地攀升 直至两个时辰后 白小纯四周的闪电 才被他吞噬了一成左右 而新一轮的闪电风暴 再次开启 空明间 四周八方涌现而来更多的闪电 全部汇聚在白小纯这里 在白小纯吞噬中 在他的胸围漩涡吸引下 这一轮闪电风暴结束后 再次有一半的闪电雷霆 被强行留在了四周 如此一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白小纯这里的闪电就越来越多 到了最后 覆盖方圆十里范围 形成了一片巨大的雷池 而雷祖早就连连吸气中 不惜展开自己的功法 强行的让自己所在的牢笼改变位置 远远的离开 这家伙疯了啊 他这哪里是修炼 他这是找死啊 雷祖看着纳十里范围的雷池 心惊肉跳 白小纯一样战战兢兢 但如今骑虎难下 他早就将修为凝聚的漩涡散掉了 可如今雷池已成 这无数雷霆在一起形成的力量 化作了一个天然的黑洞 无时无刻不再吸引闪电到来 完大了 白小纯不由紧张起来 看着那些闪电 他狠狠一咬牙 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吸 白小纯大吼中 疯狂吞噬 体内的天地之力也疯狂暴增 可就在这个时候 这四周的闪电 在白小纯吞噬吸收时 因他一口气也就吞几百道 又因此地汇聚的雷霆太多 自然而然的 在白小纯一吸之下 其他的闪电也都呼啸而来 哪怕白小纯闭上了口 也依旧直奔他的身躯而去 白小纯呆了一下 顾不上超过十丈会有闪电降临 尖叫中正要后退 可还是晚了 轰鸣间 上万闪电直接轰来 顺着他的身体涌入体内 白小纯惨叫一声 哪怕他再能吞雷霆 可这闪电太多 也让他体验到了雷霆尸体的感觉 那痛苦 让白小纯眼泪都出来了 此刻他急速后退 想要避开四周的雷霆 哪怕方才上万雷霆的轰入 天地之力的爆发 使得日月长空诀第三层 直接到了巅峰 即将突破 而他的修为 此刻也狂暴无比 超出了寻常天人初期太多 正向着天人中期 不断的冲击 那也不行啊 小命最重要 白小纯心肝抖颤 急速后退 可他这一动 也形成了拉扯之力 打破了这雷池的平衡 使得四周近有数万道闪电 瞬间就被引来 在白小纯的七粒惨叫中 直接将他淹没在内 这一次融入的闪电太多 只是刹那间 白小纯还在惨叫中 他日月长空诀 就轰然突破 他的修为也从天人初期爆发 踏入道了 天人中期 远处的雷祖看到这一幕后 整个人都看得傻眼了 目瞪口呆 还真是时代不同了吗 现在的年轻人 为了修炼 都这么不要命吗 第967章雷宗诧异 在雷祖这里瞠目结舌时 白小纯四周的闪电 已慢慢结束 他全身多缩 头上都在冒烟 整个人已经被那数万闪电 空到外焦里嫩了 好在他的修为气息 此刻已不再是天人初期 而是踏入道了 天人中期 残缺的日月长空诀 彻底圆满 在他的左眼内 赫然有一轮浩月 看起来很是诡异 似这轮浩月 随时可以从他左目内飞出 让这苍穹多出一月 这种惊人的神通演变成的异象 若有人有他对望 怕是会有种似心神 都要被他浩月摄取的感觉 可对于白小纯来说 他此刻不仅仅身体颤抖 心神也都在哆嗦 如果有可能 他绝对不想用这样的精力去换修为的突破 实在是方才那数万闪电来临的一幕 让他一想起 就觉得恐惧 我不想修炼了 白小纯哭丧着脸 此刻哆嗦中 看着四周十里范围内 那不断游走 不断爆裂的闪电雷霆 不敢移动丝毫 他怕啊 很担心自己一动 这四周的闪电就再次来临 就在白小纯这里焦急 下定决心准备动一下事实的时候 新一轮的闪电风暴 从四周八方 轰鸣而来 或许是因此地雷池太大 形成的吸力也太强 导致这一次的闪电风暴 居然比以往要棒驳太多 铺天盖地一般 从八方呼啸而至 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 就立刻尖叫起来 身体急速后退 但他一退 这四周的闪电就轰了一声 有数万道直奔他而来 不要啊 白小纯惨叫忠 远处的雷祖早就跑了 他气喘吁吁地挪动自己的牢笼 头也不回 口中也在咒骂 该死的 太不体谅我老人家了 我这把年纪 还要带着牢笼不断地挪动 我容易吗 在白小纯这里被闪电淹没的同时 外界的九天云雷宗 也出现了变故 整个雷宗所在的黑云大地 突然的就震动了一下 好似地震一般 使得黑云大地上的雷宗修饰 立刻就感受到 纷纷愣住 很失诧异 方才地面动了一下 怎么可能 我们是在黑云上 黑云怎么会动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们雷宗的闪电 这几天好像少了一些 雷宗的修饰 一个个都莫名其妙 实际上自从白小纯被关押后 整个九天云雷宗出现了久违的安宁 云宗的修饰平静了 雷宗这里刚开始也有担心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都慢慢放下心来 对于他们的雷遇 整个雷宗都满是自信 云雷子等人也是如此 重新体验了没有白小纯的日子后 他们忽然对这种平静 有种由衷的感叹 也正是这种感叹 使得此刻雷宗黑云的震动 格外的引人注意 尤其是一次震动后 在所有雷宗修饰都差一时 这雷宗黑云 居然出现了第二次震动 这震动更有轰鸣声温温回荡 顿时就让雷宗修饰一个个失声惊呼 真的动了 不对劲 闪电 你们看那些闪电 在这惊呼中 也有人注意到了原本在黑云内 肉眼可见的一道道闪电 此刻竟明显的减少了一些 更有不少 一闪之下直接钻入黑云深处 这一幕 让雷宗弟子一个个升起强烈的不妙预感 天空的黑观上 云雷子等天人 也都在这一瞬 面色变化 一个个急速降临 难道又是白小纯 该死的 不可能是他 他都被关起来了 就在这众人骇然时 雷宗黑云 第三次震动 这一次更为强烈 传出的轰轰声 震天回荡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黑云深处 在那雷池中心 白小纯惨叫起来 他已经将速度展开到了极致 至于那时仗禁致 早就崩溃了 可无论白小纯速度再快也都没用 来自他四周的闪电 从开始的数万 已经成为了数十万 不断的追击而去 甚至白小纯也看出来了 自己速度越快 吸引的闪电就越多 可他不敢停啊 一旦停下 那数十万闪电就会将他淹没 只是不停的话 闪电只会越来越多 这就让白小纯抓狂了 怎么会这样 白小纯欲哭无泪 危机关头 他眼睛都红了 狠狠的一咬牙 该死的 拼了 这些闪电都是天地之力 怕个鸟啊 白小纯自我安慰的狂吼中 直接就按照雷祖给予的口诀 修炼云雷人祖十一遍 他的身体也在这一刻 默然停下 随着停下 那数十万闪电轰的一声就涌了过来 刹那就将白小纯笼罩在内 如要撕裂他的身体般 直接冲入其体内 刺裂身体的痛处还不算什么 白小纯皮糙漏后 还能勉强承受 可让他承受不住的 是随着这些闪电的涌入 体内正在疯狂爆发的天地灵力 使得他好似成为了一个不断被充气的皮球 云雷人祖第一遍 白小纯强忍着身体的剧痛 眼前都花了 疯狂的运转神通 将体内的无穷天地之力 作为云雷人祖十一遍的推动 也就是刹那的功夫 白小纯的身体就轰得一声 直接成为了十丈大小 一股狂野之意 在他身上爆发出来 云雷人祖第一遍 眨眼间就被他修成 没有结束 白小纯眼看自己体内的天地之力依旧棒薄 他红着眼 没有立刻修炼第二遍 而是运转日月长空觉 将这两个神通 依靠自己的左眼 去完成嫁接 这种嫁接 白小纯只能在初步分析下 觉得可以完成 可实际上的融合中 存在了太多失败的可能 若是换了其他地方 一次失败后 白小纯需要沉浸一些时间 才可展开第二次 毕竟他就算可以吸收天地之力 可两个神通的融合 还是需要他的状态在巅峰时 才可顺利进行 而现在 体内的天地之力棒薄无比 白小纯也没其他的选择 立刻就开始尝试 一次次的失败 一次次的轰鸣 一次次的体内天地之力 被宣泄出去 直至失败了十多次后 终于在最后一次时 他的左眼内猛的 就散出惊人的月光 在这月光下 他的十丈人组之身 立刻就与云雷子 当初的样子不同了 一股难言的气息 刹那就在白小纯身上散出 尤其是其左目的月印 好似能掌控苍穹黑夜号月 成功了 白小纯没有时间去激动 此刻他体内的天地之力 虽耗费了大半 可余下的那些 依旧让他觉得身体好似要被撑爆 无奈之下 白小纯咆哮中 开始修炼云雷人组第二遍 不多时 他的身体在聚想下 直接化作了二十丈大小 第二遍 成功 唯有结束 接下来是第三遍 第四遍 轰轰声中 在这雷池内 在这无数闪电雷霆的环绕下 白小纯的身体从二十丈变成了三十丈 随后成为了四十丈 不说能撑起天地 可也震撼八方 那一身狂野的气息 还有本就不死骨的肉身 配合人组变的强悍 使得白小纯这里 在肉身的强悍程度上 超越了某种极限 若是云雷子在这里 看到这一幕 必定会悍然至极 他们二人施展同一个神通 而白小纯这里 明显比他强出太多太多 尤其是左目的月痕 更是让这人组变 威力大范围的爆发 若患了其他时候 白小纯一定很激动 可现在 他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身体 对于吸收这黑云内的闪电 是已经到了某种极致 除非患一种闪电雷霆之力 否则的话 怕是在吸收不了多少 就无法去吸收了 这与功法神通无关 纯粹是身体的极限 如同丹药一样 而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这四周的闪电 就不再是滋养 而是成为能将其灭绝的毁灭根源 可四周的闪电 四眼随着白小纯的强悍 越发的来临 轰鸣间 这一次近有数十万道 直接轰来 下的白小纯真的要哭了 声音都带着哭腔 引阵止渴斑嘶吼起来 云雷人组第五遍啊 第968章报 轰鸣间 白小纯四十丈的身体 猛的就膨胀起来 直至成为了五十丈后 云雷人组第五遍 骤然完成 此刻的白小纯 全身上下散出恐怖的气息 他左眼的月痕闪耀 使得他虽第五遍 可若真算战力的话 将多出三遍之力 也就是 第八遍 要知道当初的云雷子融合后 也只是能展现到第八遍而已 爆发出超越天人后期之力 无限的接近天人大圆满 而如今的白小纯 将比云雷子 更要惊人 可他没有喜悦 只有恐惧 在云雷人组第五遍修成后 他的身体对于这黑云的闪电 已经到了极致 再无法去吸收半点 而那闪电依旧狂暴 此刻轰鸣间 向着白小纯直接轰来 吓得白小纯赶紧迈开大步 急速逃顿 他速度比之前快了太多 同样的 这四周的闪电也更大范围 更大数量的追击而来 不再是数十万道 而是近百万道 放眼看去 这一幕惊天动地 让已经远远避开的雷阻 也都喉结滚动 瞠目结舌 身体抖了一下 丝毫不去想着白小纯 还欠自己五十道闪电的事情 立刻控制牢笼 赶紧再次后退 千万别过来 千万别过来 我老人家身子骨不行 承受不住 还是现在的年轻人会玩啊 雷阻心神多缩着 刚要退后 白小纯在那雷池中 惨叫下 也看到了雷阻 二人神时刚一碰触 雷阻就尖叫一声 拼了全力 空明间 带着牢狱就刹那远去 白小纯一脸悲愤 可却不敢停顿 只能在这黑云内 不断地急持 试图离开这片 充满了雷霆与犀利的雷池 而他四周的闪电 也越来越多 很快的 白小纯眼睛都要直了 他感受到因自己的急持 四周的闪电越发狂暴中 雷池渐渐不稳 要爆了 白小纯只觉得头皮轰的一声 次要炸开 尖叫中他展开全速 疯狂逃走 远处的雷阻 此刻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虽然也很担心 可却呼吸急促 有些激动 要爆了 好啊 乱子越大越好 说不定 我能趁机逃走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发生 此刻的外界 整个黑云的震动越发强烈 甚至都看不到了丝毫闪电游走 更有一股让所有人都不安的狂暴之感 似从这黑云内正在急速的酝酿 云雷子 冯尘等人 北脉五位天人 此刻全部降临雷宗 一个个在看到了黑云的变化后 都面色狂变 他们的神识 更是在这一瞬散开 融入黑云中 可这雷欲不俗 他们的神识竟无法进入太广 根本就看不到其内发生的事情 这到底是怎么了 该死的一定是白小纯 冯尘都怪你 你当初就不该给他约法三章 还有云雷子 这白小纯就是个祸害 你招惹他干什么 随着交集 北脉其他三个天人 也都忍不住向着云雷子 与冯尘低吼责怪埋怨 云雷子与冯尘面色难看 可却说不出什么 就在众人交集时 忽然的 苍穹上的水晶棺果内 一道让五人心惊的神识 漠然散开 直接涌入黑云内 很快的 从那水晶棺果内 就传出了一声撼动天地的怒吼 白小纯 这声音传出的刹那 北脉半神的身影瞬间 就出现在了半空中 一脸交集 四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右手猛的抬起 直接一挥 顿时一股风暴 就在雷宗直接散开 空鸣中 卷着雷宗上的所有修饰 在这一刹那 直接挪移到了远处 就在北脉半神 做完这一切的瞬间 一声在北脉几乎从来 没出现过的惊天巨像 直接就在雷宗的黑云大地内 滔天爆发 轰轰轰 这声音之大 直接让无数修饰被震的 喷出鲜血 哪怕云雷子等人 也都身体狂震 急速后退时 骇然的看着黑云大地 整个黑云大地 直接就爆开 其上所有建筑 一瞬间就成为飞灰 一道道闪电 从那黑云内冲天而起 直奔苍穹而去 远远一看 好似闪电之龙 正要冲破苍穹 更有一股惊人的冲击 在这一刻向着四周轰轰轰轰散 所过之处 天地失色 风云涌动 巨响回荡了许久 而那黑云大地 此刻在这崩溃中 竟有近乎四成区域 直接就碎灭了 甚至黑云下的雷宗战神雕像 也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看去时 这一刻的九天云雷宗 如同被攻打了斑 云宗萎靡 雕像少了大拇指 雷宗残破 不但雕像裂痕蔓延 黑云大地也都缩小了不少 云雷子待在那儿 逢尘看傻了 其他三位天人 也都猛了 哪怕是被卖半身 此刻也都气得浑身发抖 脑海嗡鸣不断 头发都快竖起来了 更不用说那些被卷走的雷宗修士了 一个个都无法置信 看着陌生的雷宗 一脸茫然 这一切太快 以至于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相比于雷宗 此刻的云宗修士 纷纷吸气的同时 也在庆幸 好在白小淳没有被关在雷宗 他们对于白小淳的祸害能力 已经是畏惧到了极致 这白小淳 惹不得啊 天人老祖昏头了啊 好好的 非要把他陷阻在雷宗 可这家伙能卖药荼 我雷宗修士 不让他卖药后 他能种花回我雷宗根基 到了最后 都把他关在号称半神 也都要备受折磨的雷玉里 这家伙 这家伙居然能让雷玉爆开 更是让雷宗大帝 少了近四成 天啊 他还是人吗 金空道极宗的修士 是怎么活下来的啊 不都说这白小淳炼丹 才会惊天动地吗 可他在我北脉没炼丹 都已经这样了 若他再取脸丹 他一个人 就可毁了我们整个北脉啊 很快的 阵阵哗然费反迎天 带着一声声匪夷所思的惊呼 在九天云雷宗内 骤然回荡 也就是在这时 有人注意到 在那少了四成区域的黑云大地上 有一个全身很是狼狈的身影 慢慢地爬了出来 白小淳面色苍白 额头冒汗 方才那一瞬 他差点就被炸死了 我以后再也不吸收闪电了 太危险了 白小淳哭丧着脸 刚刚爬出 忽然的 一声狂暴足以让天地颤抖的怒吼 就从他的上方 猛地咆哮出来 白小淳 这怒吼 正是北脉半神传出 他此刻怒发冲冠 声音超越天威 吓得白小淳猛地就跳了起来 一脸紧张时 北脉半神已经一步走出 眼看就要直奔白小淳而去 可突然的 这北脉半神神色突变 竟改变方向 脚步落下时 直接在了远处 苍穹的一片空旷的区域 雷祖 你敢跑 话语间 这北脉半神右手抬起 猛地一按 顿时那片区域就直接坍塌下来 雷祖那干受如猴子般的身躯 立刻显露 他没有停顿 转身就急速前行 整个人化作一道闪电 轰然远去 北脉半神无暇里会白小淳 此刻面色阴沉 脉不肩 直接追去 对他而言 这雷祖的重要性 远远超过去惩罚白小淳 这一幕逆转 让白小淳冷汗都流下来了 这北脉没法呆了 要赶紧逃啊 白小淳神色满是不安 此刻也顾不得天尊法旨了 身体猛地冲出 就要逃出九天云雷宗 可就在他走出的刹那 北脉天人中的逢尘 整个人就发出一声大吼 身体轰然兼直奔白小淳而去 他实在是憋屈 他对杜林飞有爱慕 所以看白小淳超不顺眼 所以才有了约法三章 这约法三章当时让他很得意 本想要折磨白小淳 可却没想到 一次次的被白小淳破局 到了最后 整个宗门上上下下 都在埋怨他 如今他怒意滔天 出手就时杀手锏 整个人赫然化作了一道赤色的闪电 似能碎灭神魂般 刹那就临近白小淳 白小淳也怒了 默然转头 第969章我也忍你们好久了 白小淳 我忍你很久了 风尘咆哮 化作的赤色闪电 速度之快 眨眼就到了白小淳面前 一身天人中期的修为波动 此刻也猛然的爆发出来 形成了灭绝般的一击 向着白小淳眉心 瞬息临近 逢尘 我已忍你很久了 白小淳转头时 同样咆哮 他的确是忍了很久 从来到这北脉后 就始终忍着 约法三章 四章 五章 这一切的积累 哪怕白小淳的性格不愿打打杀杀 可也终究是爆了 将他在蛮荒时磨练出的性格 也不由自主地显露出来 此刻目中露出绿色 在逢尘到来的刹那 白小淳左眼内月很闪耀 他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这原本清朗的苍穹 竟在这一刹那好似被一层黑幕遮盖 瞬间就漆黑一片 更是在这漆黑中 天空上的太阳被遮盖 竟有一轮昊月 高高挂起 这月亮出现的一瞬 四周北脉众人 全部心神摇曳好似神魂被射住 逢尘也吸了口气 他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 骇然终身提抖的地后退 可就在他退后的同时 白小淳口中阴冷地传出两个字 允月 话语一出 天地似乎更为漆黑 空明八方 在冯尘化作的赤色闪电上 竟在这一瞬出现了月亮的印记 这印记刚一幻化 就立刻自行地吸收来自四周的月光 使得自身越发璀璨 轰轰轰 强烈的声响 竟是从冯尘体内传出 他化作的赤色闪电 此刻顿时崩溃 露出了闪电内的身影 而月痕如水入骨一般 此刻其身体中依旧存在 解不断地扩散开来 而随着月痕的扩大 冯尘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他惊恐地发现 伤害自己的不仅仅是这月光 还有自己的修为 似乎这月痕的作用 是将自己体内的天地之力 同化一般 变成月光 而一旦彻底完成 就等于是将自己形神剧灭 这是什么神通 冯尘身体好似被无形的山峰撞击 在那轰鸣中不断地后退 面对白小纯的殉跃之法 他根本就没有丝毫应对之力 甚至这种好似改天换日一般 不需要接触 只是月光映照就让自己重创的神通 他在这之前 只在半神那里看到过类似之法 可如今 竟从白小纯手中施展出来 他顿时就全身剧烈震动 喷出一大口鲜血 神色的震撼带着无法置信更有惊恐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从冯尘化作赤色闪电到来 直至闪电崩溃 他被重创 都是转眼之间发生 无比迅猛 以至于四周众人 一个个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冯尘那凄厉的惨叫 已经传遍八方 白小纯也没想到 日月长空诀居然有如此惊人的威力 此刻目光一闪 右手掐绝 再次一指 这一指之下 漆黑的天空上 那轮浩月猛的就光芒暗淡 而所有的月光好似都被吸走 以某种方式倒映在了冯尘身上 使得冯尘身体上的月痕 眨眼就覆盖全身 惨叫更为凄厉 危机关头 冯尘身体多缩 根本就来不及思考太多 眼前的一幕 对他而言就是生死大劫 这劫难来得太快 以至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凭着自己的天人中期的修为 凭着自己从踏入北脉开始 就一路添交的战绩 居然在白小唇面前 连一道神通都无法抵抗 我不甘心 冯尘咆哮中 目中露出疯狂 此刻他的身体已经大范围的消散 有点点月盲从其消散的躯体中散发出来 好似成为了月光的一部分 没有坐以待毙 冯尘嘶吼中 抬起已经消散了五指 就连掌心也都散了一半的右臂 猛地拍向自己的额头 空的一声 他的身体竟在这一瞬 自行崩溃 一股天人自暴的波动 刹那间就向着四周轰朦胧的扩散开来 借助这股自暴 他的原神勉强逃出 急迟后退 可还没等他松口气 他骇然地发现 自己的原神上 居然 也有月痕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冯尘骇然到了极致 师生惊呼 甚至声音都带着颤抖与绝望 这一次浮现在他心头的 不仅仅是危机 还有死亡 这是道法 逢尘快去水晶关内躲避 白小纯你敢杀人 我北脉和你没完 云雷双子顿时焦急 咆哮中他的两个身体 同时飞出 竟在脉步间 彼此刹那就融合在了一起 顿时一股天人后期的修为波动 在融合后的云雷子身上 就滔天而起 不仅仅是他如此 一旁的其他三个天人 也知道如今事关重大 全部修为散开 四人化作四道掌红 刹那间就冲向白小纯 与此同时 冯尘那里被云雷子点醒 此刻颤抖中不顾一切 哪怕燃烧元神 也都要换来极致的速度 在云雷子等人阻挡白小纯的过程中 他终于抓住机会 一瞬冲入水晶关果内 依靠这半神洞府 隔开与苍穹浩月的联系 这才阻止了奇元神 上月痕的扩散 可他的元神 也还是被同化了小半 哪怕恢复过来 修为也会永久跌落 水晶关果内 冯尘元神瑟瑟发抖 看着自己终于化解了危机 他顿时就有种结后 余生之感 对于白小纯那里 他哪怕不想承认 可还是忍不住 从心底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恐惧 他的修为不是天人初期 他 他是天人中期 可就算是天人中期 他怎么会 这么强 这一刻 不仅是逢尘这里震撼 云雷子 以及其他三位北脉天人 也都内心狂震 更不用说四周的其他北脉修士了 全部都吸了口气 看向白小纯时 露出骇然雨后怕 天啊 这白小纯 他 他原来这么强 我之前还讥讽过他 还嘲笑过他 我 不对啊 他之前若这么强 岂能担心被压制 莫非 莫非他是在我们北脉的这段日子 突破了 此周众人惊慌的议论之声回荡时 白小纯身体急速后退 避开了云雷子四人的联手 此刻退后时 他面色阴沉 目中血丝弥漫 北脉 今天咱们就了断一下 你家白爷爷也受够了 来啊 站啊 既然已经出手了 他就豁出去了 此刻全身胸围轰然爆发 天人中期的波动 顿时冲天而起 哪怕苍穹此刻不再是黑色 而是慢慢恢复如常 可在那天空上 他的面孔比之以往要清晰太多 蕴含了天地威压 降临八方 天人中期 该死的 你居然真的突破了 云雷子清晰的感受到了 白小纯的羞为波动后 整个人都要疯了 他实在是对白小纯这里 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当初在失恋之地里 他追杀白小纯 对方先是那诡异的丹药 而后又是称呼杜灵飞为媳妇 这一切让云雷子 从绝对的优势锐减 到了最后 不但没有了优势 反倒被动到了极致 更被白小纯压榨一番 他本以为到了北脉 在这自己的宗门里 必定可让这白小纯承受折磨 可却没想到 哪怕陷阻 这白小纯也都能卖丹药 哪怕禁止卖丹药 他还可以种草木 最终半神不顾以大七小出手 将这白小纯直接关押在了雷玉里 可是 这白小纯还是人吗 把他关起来 他不但崩溃了雷玉 自己的羞为居然还突破了 这是突破天人初期 踏入天人中期 这么难的事情 他 他居然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突破 云雷子要发狂了 其他三个天人一样如此 他们在怒意弥漫的同时 看着活蹦乱跳的白小纯 都有了无力感 这就是一个刺猬啊 无论怎么拿捏 都没用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顾其那些诡异的手段 直接强力击杀 云雷子目中立芒一闪 逼吼中 默然直奔白小纯 其他三个天人也都有了类似的想法 此刻一个个煞气散出 轰鸣而去 第970章小纯翻天 眼看四大天人联手 杀向白小纯 四周的北脉云宗与雷宗的修士 一个个都凝神看去 哪怕之前白小纯表现得再强悍 可在这些北脉修士看去 这嚣张无比的白小纯 今天必定伏法 这白小纯虽厉害 可他忘了 这里不是东脉 这里是北脉 哼 在我们北脉嚣张 定要让他好看 我就不信 云雷子长老等人一起出手 还灭不了一个区区白小纯 北脉众人纷纷平静下来 一个个在看向白小纯时 都露出不屑之意 苍穹上 眼看云雷子四人急速临近 白小纯目中寒芒掠过 从到了北脉后 他就始终一肚子气 此刻眼看云雷子 以及其他三个北脉天人 向着自己这里煞气而来 白小纯的怒意也疼得爆发 他不但没有后退 反倒向前猛的一步走出 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轰轰声中 顿时水则国度漠然降临 八方水气弥漫 巨足从天而落 直接降临大地 空明中 大地震动 云雷子四人身体也都被影响 除了云雷子外 其他三位天人都吸了口气 更有一人手当其冲 直接喷出鲜血 白小纯 云雷子身为北脉第一天人 眼看如此 大吼一声 速度近一下子爆发 整个人化作一道长红 在冲向白小纯时 他的声音滔天回荡 云雷人组第七变 震耳欲聋的巨响 刹那间扩散开来 云雷子的身躯 直接就化作了七十丈大小 好四人组降临 胸围与战力 也都大范围的攀升 直接就超越了天人后期 整个人好似风暴 直接轰向白小纯 可就在他临近的瞬间 白小纯眼中逆芒一闪 同时开口 镇压人组第五变 轰轰轰 白小纯的身体 同样在这一瞬 示展了一样的神通 直接膨胀到了五十丈大小 狂野的气息 粗壮的身躯 更有一股野蛮之感 爆发开来 尤其是其左目的悦痕 此刻急速闪耀间 使得白小纯看似只是五变之身 可实际上 却是八变之力 这不可能 云维子一下子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他之所以没展开八变 是因八变消耗太大 可却怎么也没想到 白小纯这里 居然施展了与自己一样的神通 准悉 二人就在半空中 直接就撞击到了一起 天地震动 虚无颤抖 冲击扩散四方时 云雷子喷出鲜血 八十丈的身躯 喷得一声倒退 他的身体虽猛烈震动 可与其心神的骇然比较 微不足道 此刻的他 姑息急促 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云雷人祖是他北脉秘法 可如今居然在白小纯身上施展开来 这就让他心神狂颤有种不真实感 这也就罢了 可对方只是第五变 自己的第七变居然无法对抗 这就让云雷子要发狂了 白小纯 你敢到我北脉秘转之法 云雷子仰天大吼 在这退后时 他毫不迟疑 直接展开了第八变 身体膨胀到了八十丈后 再次冲出 放你的狗臭屁 你的是云雷人祖 我的是镇压人祖 名字都不一样 你眼睛瞎了 耳朵也聋了不成 白小纯冷哼中 同样冲出 二人在半空中 再次撞击在了一起 空的一声 这一次二人同时倒退 白小纯只觉得全身气血翻滚 可目中却有战意滔天而起 他强行止步后 双手掐绝 漠然一挥 人山绝 轰轰轰 在白小纯的四周 顿时就出现了无数的山石 这些山石凭空而出 刹那就覆盖在了白小纯那五十丈的人组之身上 瞬间就形成了百丈高的巨大石人 这十人组便与人山绝的同时展开 威力之大 在这一瞬 直接撼动天地 仅仅是气势 就让苍穹跟着一按好四压了下来 八方所有北脉修饰 一个个都悍然失声 还有就是在白小纯的四周 此刻随着人山绝的施展 形成了风暴 这风暴扩散中 吹得人面孔都刺痛 云雷子也都神色连变 吸了一口凉气 他有种强烈的预感 这一刻的白小纯 自己恐怕不是对手 该死该死 他怎么变得这么强 天人境内 除非大圆满 否则谁人是他的对手 尤其是他若是施展了 那杀手锏的一拳 想到这里 云雷子双目收缩 身体急速后退 可就在他退后的刹那 白小纯迈着大步 骤然追去 白小纯低吼 声音带着天威 速度也爆发出来 眼看就要追上云雷子 此刻北脉其他三个天人 也都只能硬着头皮 迎前阻挡 这三人 一人化作黑色天雷 一人化作九道云影 还有一人 镜头这一口巨大的轰炉 直奔白小纯 试图拦住 给我滚开 白小纯看都不看 这三位天人中期 咆哮中大手一挥 顿时一股狂力先天而起 与风暴融在一起后 向着四周猛的爆发开来 黑色闪电崩溃 九道云影碎灭 那砸来的轰炉 也都直接四分五裂 北脉三位天人 全部喷出鲜血 神色亥然无比 带着恐惧与不可思议 被白小纯直接先飞 太太强了 北脉三位天人 师生惊呼 而白小纯的速度 没有丝毫停顿 脉步间 追向云雷子 右手已然握拳 黑色漩涡已然出现 云雷子 在失恋之地 你先对我偷袭 而后又瞒不讲理 最后更是凭着天人 后期对我追杀不断 到了北脉 你又一而再 再而三地找我麻烦 今天 我们的恩怨 也算一算 白小纯声音传出 轰动八方 云雷子此刻呼吸凝滞 心神狂颤 尤其是看到白小纯 右手拳头上 此刻出现了黑色漩涡后 他就面色狂变 身体后退更快时 口中已经凄厉的嘶吼 你们愣着干什么 还不开启护山大阵 布阵 开启山门神阵 几乎在云雷子咆哮的同时 其他三位北脉天人 也都急速嘶吼 四周的那些北脉修士 一个个早就被这一幕幕 给震撼的傻眼了 此刻吸气中纷纷醒悟归来 面色苍白下 瞬间就四散 配合开启山门大阵 大阵的开启并不缓慢 就在白小纯要追上 云雷子的刹那 一股惊天之力 突然的就从九天云雷宗内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片云雾防护的同时 更有一股惊人的排斥之力爆发 阻挡白小纯的脚步 更是仿佛不可逆转斑 要将他驱赶出宗门内 白小纯眉头皱起 身体在这阵法的排斥中不断的后退 眼看白小纯被阵法排斥 北脉那三个天人与云雷子 都松了口气 之前的一切太快 以至于他们的震撼 在如今松缓后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加强烈 可就在他们松了口气的刹那 白小纯眼睛精芒一闪 阵法 对我没用 他话语间 不死尽陡然展开 瞬间四周的排斥之力 在白小纯身上好似穿透而过 根本就无法阻挡半点 更惊人的 是白小纯的速度在这不死尽下 也都猛的爆发 空的一声 他的身影就直接穿透了阵法 出现时 赫然在了云雷子的面前 抬起的右手 那黑色的漩涡似吸收了天地一切 还有白小纯身后那高大的地影 也在瞬间融入 化作了他那惊天动地的不灭地拳 一拳落 天地崩 云雷子眼睛收缩 脑海轰鸣 危机关头他来不及的多想 也无法避开 只能咆哮中施展了对他而言 即使终极 也是不可控的第九变 其身体在这一刹那 直接化作九十丈大小 似吼中全力阻挡 直接就与白小纯 对抗到了一起 空鸣之声 超出了之前所有巨响 压制了天地一切声音 在这一刻 于所有人的耳中 震荡爆发一瞬间 所有人眼前的一切 仿佛变成了无声哑句 明明很惨烈却听不到任何声响 更有冲击扩散开来 使得九天云雷宗都震动不断 而云雷子那里 此刻眼睛瞪大 发出凄厉惨叫 不 他鲜血狂喷 身体承受不住的倒退时 不断的有轰鸣声 从其体内传出 更是在这退后时 再也无法维持融合的状态 化作了两个人 同时倒退 同时喷血 哥哥还好 而那双子中的弟弟 此刻直接就在这冲击下 身体哄得一声崩溃 直接爆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